今期的采访都约了很久 很想约他做访问 结果他推出了一首歌叫做《好想约你》 我们都称之为靓声靓听的小天后 就是这个闫明熙 其实在这个歌唱比赛特并移出之后 他在本地亦有很多粉丝 去到内地参加这个歌唱比赛 亦都凭他的实力和他的语言能力 亦都征服了很多的观众和听众 回到香港 都积累了一些经验之后 听听他在节目里面分享 他对于这些节目制作 和对于自己的声音的把握方面 有什么心得的体会 在靓声方面他有什么理解呢 大家可以听听今期的访问 目标真是一种 时间视线 到一年夜月光 开发迂众 无论地球真一样转 再真一样转 身边有你陪我幻想到怨回味 甜又远 奔向总永没缘 空想中那飞船 终末入长圈 门打开 梦想若我远 这感觉又相遇 明人怀念 从前笑声已然 听响起点 来对我花圈 来与你一年 大家快乐始终不变 好 今年对于这位嘉宾来讲 应该是非常充实的一年 有新歌的推出 有不同的舞台展现 当然也去到内地的歌唱节目 有闪亮的回忆 今天都要在 HIGH FI宇宙当中 为大家来一一解析一下 因为虽然她没有出过 HIGH FI的专辑 或者单曲也不是用 HIGH FI的定义去出 但是在雨波的 Benny的心目当中 绝对的是HIGH FI亮声 其中一个 席会来的 闫明星 哈喽大家好 欢迎 谢谢 去年上一次 在另外一个节目访问的时候 正好也是年末 年初的感觉 对 刚好又一年了 又是在一个冬天 很快 时间过得很快 没错 过去这一年 虽然说过得很快 但是我觉得 在你的这个音乐的旅途当中 应该是非常充实的一年 对不对 总结一下 感觉做了很多事情 感觉非常的神奇 为什么会说神奇 因为我从来都没有想过 是当一名歌手 就想跟妈妈一样当护士 但是到有一个时机的时候呢 就发现自己开始往歌手的这个道路上走了 因为以前没有一个目标的时候 就家人其实也挺担心 不知道我以后该做什么好呢 他们就非常非常担心 但到后来有一次 听到我唱歌之后 他们就问我 哎 你要不要去学唱歌 然后我就毫不考虑的就答应了下来说我要去学 之后呢就开始学 然后后面也开始参加不同的唱歌比赛 就到后来就看到了生梦传奇这个比赛 然后就开始出现在大家的眼前吧 刚才说到小的时候就是你爸妈听到你唱歌 之后就发现你有这样的一个天赋 整个唱歌这个兴趣是你自己喜欢的 还是说你爸妈本身就默默的其实有一些耳濡目染 有默默培养 其实我小时候已经是喜欢唱歌 但是小时候那个声音其实比现在更没发育的完全 所以听我唱歌的时候可能会听到咿呀呀或者是五音不太全 但是到后来差不多十三还是十几岁左右 就其实严格来说是故障发现了我吧 然后他就听到了我唱歌 然后就问我去不去学这样子 然后就开始学其实我一开始学唱歌呢 我全部的声音都是用假声来唱 因为我习惯了在那个手机上面去录歌 因为那个城市它是用手机去录录完之后就可以发布这样子 但是我就可能习惯了用那个轻声然后用假声去唱 所以我在学唱歌的时候其实是真声那里学了很多的 我本来不太会用真声 怎么样运用真声 对因为他们说真声其实就是你平常讲话的声音 但是我就好没有概念 好不由概念去想到底是什么的一个东西 然后到后来我才开始学会了运用真假声 或者是现在开始在学混声 混音这样子 你自己的声音的混合运用 对他其实他我不知道怎么跟大家解释 他就是说在简单一点来说 可以说是真声跟假声联合在一起中间的那个部位 其实不同的歌曲里都有不同的运用 那么混声其实是可以选择用或者是不用 我最近用的比较多应该是真假声 转换 对但是在学混声的过程之中自己也会去练习 有没有哪一些的歌曲是你会作为参考的 或者是一些的榜样这样 例如张慧妹老师吧 或者林一连老师也好 他们都有时候会运用到 或者是运用挺多的 所以自己也会去加油 这种感觉又上演 令人怀念 从天笑声已连 听响起一遍 怀对我挂牵 来与你见面 大家快乐自从一遍 留起梅的怀念 满起梅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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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地了参与这个深深不息的一个节目的录制 被你自己也去过这个当地的电视台 一些的综艺节目歌唱节目做这个探访 也知道他们的这个器材的运用也是很讲究的 那你自己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呢 对于这个节目的声音录制的方面 感受到他们的认真 因为抛开声音而言 就是导演 就是红烧导演 还是红烧 我经常把他混乱了 对 他就是非常认真的一个人 我就很喜欢他 因为希望可以跟他学习 例如他 我们就是在舞台上面 就是有一个不同的球体嘛 他就在那个舞台上面闪闪发亮的那个东西 本来就是有人建议说 要不要用塑胶呢 然后导演说 不要 那个效果不好 然后他们说 如果用玻璃呢 他说 那个效果也不太好 然后最后就用了水晶 所以就感觉拍上去的时候 会更加的闪亮 非常的耀眼 非常的好看 所以我就觉得 这就是认真去做一个东西的结果 这是一个叫做舞美的细节方面 整个制作 那么你自己在这个录制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说 发现自己的这个声音呢 也有一些新的发现呢 我发现自己就是放开了挺多 我本来其实在每一个表演也好 就是非常的会紧张 还有很在意很在意那首歌 或者是说怎么去表达 怎么去表演这样子 我就非常的在意 所以就会让我很紧张 或者很忐忑 每次表演的不好呢 我就会很不开心 但是在参加完这个节目之后 我发现自己虽然表演的不好 也会有点不开心 但是呢 就经过在各位的前辈 去开导我的之下呢 我就觉得自己 还是很在意每一首歌 但是知道总会有一些不如意的一些结果 但是这也是很正常的表现 因为他声音不是说每一次的 例如状态也是很好的 他也会有一些不舒服 或者是有一些 因为总而言之就是状态不好 就是他没有一个固定的现象 所以我就觉得 我总而言之就是享受那个表演就好了 不要去想很多东西 反而想很多东西 会让你有所顾虑 对 就是有开始 就是正式叫做play music 玩认真的玩 开心的玩 的这个心态去做 我从他们每个人的身上都感觉到 他们对工作的认真 对音乐的态度 我本来不是一个很擅长表达的人 因为我非常害怕会 麻烦到每个人 所以如果有事的话 我都会自己扛下来 就算是不太做得到 我也想让自己尝试一下 能不能做到 如果真的真的不能做到 才跟他讲一声 就是第二声我也不会再讲了 所以我如果有事都会自己扛下来 这个你也蛮勉强自己的感觉 是我经常勉强自己 然后我觉得最印象深刻的呢 就是沙莉姐姐 还有Uncle Lam 他们在表演第一场的时候 因为对我来说 他们两个就是前辈呢 对我来说就是一个非常遥不可及的一个人物 而且是我最先看到他们的一幕吧 因为之前在电脑上面看到他们唱歌 然后我就没有想到自己居然在几年后可以遇到他们 而且是在现场听他们唱歌 我那时候是在电视上面听他们唱歌 就是在声声不息的现场 但是在电视上面听 对 但是就已经让我很震惊了 所以我在想如果我能到现场听的话 应该会更加震惊 遇到这一种的一个经验 也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一个收获 还不止他们回来香港之后呢 又有这个跟谭校长来合作 是的 聚集主题曲 刚刚我们这个榜上面也听到 这一首的歌曲 那这一首的歌曲 你跟谭校长的一个录制的过程的收获 又是哪些呢 《明天人要继续》这首歌呢 我其实之前有听过副歌的部分 但是前奏没有太大的印象 但是到后来我听 哦 原来这首歌就是我们要录的一首歌 我就非常的开心 因为其实那时候是我第一次跟谭校长合作 那时候其实他也有来 就是生梦传奇当一起嘉宾 但是就没有机会一起合作 到后来这一次终于可以一起唱歌了 就非常的开心 然后其实那部剧 《它来自江湖》我也有看过 然后居然看过 对 好厉害 不过是翻看 那当然 之前在电视上面他有翻播 重播我就有看 然后那天正好是明天不用上学 我就跟嘉宾一起看 因为他那个时间段不是说黄金时间 他是在深夜的时候 对 然后我就有看 而且剧里面也挺有趣的 所以呢这一次唱 其实是挺有感受的 然后也在他身上学到了一些经验 他说我那个和声进步了 因为和声其实很注重 他不是注重你的感情怎么样 其实也很注重感情了 我不知道怎么讲 就是要跟那个人的声音很贴合 是是是是 对所以我觉得进步了的一点就是 贴合到谭校长的声音 虽然不是说百分之百很像 但是得到他的认可 也算是没有遗憾了吧 没有去爱过 真知他未 没有你爱我 万真可脱促 他管他 世界未原谅我 多谢此的梦 一朝醒各自尽变空 你看我是没有履用 受惠愿在半空 明天重播苦痛 明明继续来 一点不放松 明天冷风吹送 面上有意情 仍流过 不同的歌曲 有不同的一个感受 最近的一首歌曲 说到刚好现在这个 圣诞新年的时候 我觉得这首歌曲真的是 很温暖很温暖 很想约个人出去 吹吹海风 谈谈新的感觉 这个是好想约你 今天就约到了 约你做访问 这首歌曲其实是跟 吴俊恒老师的一个合作 而且跟你之前的风格 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之前的很多的歌曲 用的是比较grand 少少那种的感觉 用了一种轻盈的一个感觉 去演绎 是的 我这个声音呢 是可能之前 没有出现过的 因为在对上几首的歌的话 声音其实也是比较 可能有力量一点的 但是这首歌 一听那个声音 一听那个音乐 就觉得一定是要 用这把声音去唱 而不能用之前 可能唱清高 或者是燕的那种方法去唱 是绝对不行的 所以这一次的感觉 希望大家会喜欢 这个也是自己一直也有 其实也想推出一种 这种风格的作品 对 没错 我觉得在这几首歌当中 这首歌是我跟观众 或者听众 最近的一次交流吧 就是那种联系会比较近 就不会说很遥远的感觉 而且大家应该也能 很轻易的 跟我一起去合唱这首歌 就是在我对上一次表演 我就唱这首歌 然后看到他们举着 我那个会发光的灯牌 然后一起唱 其实我没有跟他们说 来吧 我们一起唱吧 但是我是隐隐约约听到 他们有跟我一起唱这首歌的 所以非常的开心 也非常的惊喜 这首歌曲呢 其实对于你来讲呢 会不会说其实录制方面 也轻松了很多呢 其实不会 每一首歌对我来说 都是很难去唱到的 虽然这首歌可能听上去 比较简单 但是我听有老师说 其实往往最简单的 最简单的歌 是非常难唱的 我也觉得是真的 因为这首歌 首先控制力也要很好 所以要尽量去控制 那个感觉 然后我觉得词也是写得非常好 所以有一个很好的交流 是很不错的 有没有一些录音的那些小法宝啊 或者是一些特别的一些东西 帮助自己快点进入状态 录好心目中想要的效果 首先可能那个 setting 要好 setting的意思是整个场景吗 也不是了 就是那个麦还有耳机的声音 要平均 不然的话要调很久 然后也没有了那种感觉 平均的意思是 就是很和谐 就听上去不会 就是你自己很喜欢的声音就可以了 对 然后那时候 老师就帮我调好了 我就觉得非常的舒服可以去唱这首歌 因为除了吴老师 他身边也有一个帮帮忙去弄一些机器 还有麦的一个老师 对 所以是非常的舒服可以录到 不过我平常会带路带进录音室的东西 有那个水瓶至今 这两样东西是必须的 嗯 一个是湿润的 一个是这个帮助 因为我录音了就很喜欢冷 我如果太热的话 因为唱歌要用力嘛 就即使他是很轻的歌也好 或者是很节奏感 或者是很爆发性的歌也好 就是会要用到力气去唱 所以呢 我很喜欢冷的时候去唱 但是呢 冷的时候又让鼻子 就流鼻涕了 所以呢 就经常会拿纸巾出来去 鼻涕 这个是一个小法宝 会不会带自己的一些 我听惯了这个耳机的声音 我一定要带自己的 的monitor的耳机啊 或者怎样 也不会 因为现场他们都有准备 而且我觉得都挺好的 对 那自己平时听歌 有没有特别的器材方面呢 你的耳朵应该比较灵吧 感觉有没有对器材方面一些要求 喜欢哪一种类型的设备来听 因为暂时我听歌就是很简单 就是用一个蓝牙耳机去听 所以也没有说太多的要求什么的 就是听到那首歌就好了 感觉的问题 就是感觉对了 就继续下去了 不过也 在雷杆啊 我真的是广东话来了 雷杆就是 这个蓝牙的技术呢 据说也已经发展到 它可以传输这个 高清的 这个无压缩的这个文档 刚才出现的 之前各大的耳机专家都在说 啊 我们这个蓝牙耳机 好是好 但是就是听出来总是很像 就是没有那么的 Hifi啊 没有那么的高清啊 但现在已经有 至少两种技术啊 要开始出来的 我们期盼明年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蓝牙高清的方式 来听到自己的歌声 如果有蓝牙高清的话 会不会到时候 连闻都可以闻到味道呢 虽然我有 我有这样的 你有想过 对 我有想过 因为我 我最近就在研究一个问题 就是我最近 我不是去年 就是看了一个4D的电影啊 什么都有了 环绕声 什么这个 这个现场喷水 是的 你坐在motion chair 上面跟这个飞机一起飞 战斗 很爽 但是就差一个问题 就是 就是气味的问题 每一个场景 如果它这个飞机飞过的时候 电单车日过的时候 它有一些味道 或者是歌曲里面 在音乐里面能够衬托 所以这个真的是 搞一场这个 气味的演唱会不如 真的还有 不过这个可能就是个成本 有没有 对 是需要怎么样去调教呢 对 我觉得 确实是 一个感 就是我觉得艺术 就是歌曲啊 也好 它是一个感官的一个效果嘛 那 其实真的是 视觉现在有了 我们就说 MV肯定要拍了 对 但是 除此之外 就是 我觉得 这气味 所以有的时候呢 哈巴典以前有一部 有一系列的 来自日本的这个 这个唱片公司的 这个纯音乐 尽兴的音乐 它会附什么 它会附上一个箱 哦 附上一个这个 这个对 附上一种一种弹箱 它真的没有见过 它这个CD的这个盒子 侧面不是有一块小缝隙吗 附上一个弹箱 它希望你啊 买回之后听 这个点上那个箱 它是配合那个的 所以那个主题 其实不错的 当年 对啊 这也可以考虑一下 对 其实在气味这方面呢 在今年过了 2022年 一个非常充实的一年之后 2023年 有更4D的一些突破 多维空间 的一个突破 好了 那么希望在明年 一个某一个时间 又可以 约到 再做一次 这个这个 进阶访问 好 谢谢 GG 闫明星 耳听 深恋新鲜 开花宇宙 回忆 突然这 云近 混这 着远 好想约你 陪我再转 一转 年转 难一转 一切感应 未完 只想得 会想 远 先亦未从 走着寒风中 喝珍惜 混乱 这感觉 又在意 令人怀念 从此笑声哀言 平行起意变 带对我 乖险 来与你 牵练 大家快乐 始终 不变 好 谢谢 闫明星 在台上 大家感受到 声音的力量 其实 他可以 运用他的声音 去做很多不同的变化 形式 都很厉害 而且依然 都一边求学 一边上学 去研究 如何将自己的声音再一次提升 真是一个很喜欢的唱歌 而有能力唱到美歌的新声 谢谢闫明熙 在海花宇宙的访问 谢谢Benny 带来今天的採访 又是一位美声的小天后 开始出现 点 至少 子 都